大型圣诞老公公在大楼外墙上 或爬或坐水风摇摆相当吸睛 这是金融市区一家知名面包店业者的创意 透过环境营造 希望让消费者感受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因为我们位于市中心的学区 很多小朋友每天都会经过我们的面包店 然后都很期待说我们每年就是外面的一些造景 圣诞节的一些造景 我特地今年去请朋友定制了两只 超级无敌大的圣诞老公公挂在我们的外墙 作为一个专制的艺术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能够有 享受一下这圣诞节的氛围 然后有不一样的感受 俏皮的圣诞老公公也吸引来往民众的目光 有人很喜欢也有路过小朋友觉得蛮惊讶 我就觉得很有那个节庆的感觉啊 很喜欢经过小孩都会多看几眼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个装置艺术 而且他们家东西好吃啊 有一点惊讶 因为觉得那么大的气球怎么下上去的 应景又有创意的做法也获得金融市议员同志为的肯定 直说让整个商圈更有节庆气氛 其实我们这个每年一度的这个圣诞节 是我们大小朋友非常重视的一个节庆 那这个气氛也非常的欢乐 那我想我们仁爱区的在地店家有这样子的创意 把我们圣诞老公公攀爬在墙上 然后成功的创造话题 就是代表我们基隆人年轻人的创意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惠隆市场的地方创生 有这样子的一个店家一起来努力行销 我们整个商圈会是一个仁爱区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们也会继续来努力 除了营造洁净氛围 这家知名面包店还推出期间限定的圣诞节商品 有加入冰纷软糖的拐杖面包 还有圣诞老公公及可爱迷路的造型蛋糕 像这种拐杖面包 我们是用那个巧克力淋酱上去做的 然后它还有棉花糖跟卵糖是小朋友的最爱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巧克力 这是我们圣诞节就是用圣诞老公公去做的生日蛋糕 然后上面都会有草莓 因为现在草莓季 所以我们都会用新鲜的草莓下去做装饰 业者表示店里所有圣诞商品全民打九折到12月底 想要感受圣诞节欢乐气氛的市民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